人生是一本书 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 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 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 建筑商胡秀平 销利沪冠名播出 电话4254435668 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四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美国潮商基金会的会长 林志思先生 欢迎林会长 谢谢小阳台长 大家好 我们还有那个杨安泽竞选团队的骨干成员 孙小光先生 欢迎孙先 孙先您打开一下 能听到吗 能听到 欢迎你 那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老朋友 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的总裁 徐雅光先生 欢迎徐总 台长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们也非常高兴 再次请到 华盛顿州华人协会的理事 齐鸿女士 欢迎 齐女士 小阳好 雅光好 好久没见了 雅光 雅光 雅光好 雅光好 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因为美国第46任总统乔拜登今天上任 今天是他的就职典礼 那么美国呢就掀开了新的一页 我首先想要问一下各位嘉宾对今天这个结果就是那个乔拜登正式上任有什么样的感想 不要客气啊就有感想就说 那我们就在刚刚的顺序或者好像不要太谦虚啊 我们都是那个那那林会长您说 哦好 小阳台长好 孙博士 孙小光 非常好 记得上一次我们在有一次对谈的时候 我说过我们还是很相信美国的法律制度各方面今天还是平稳平和平的政权交接 就是新总统上任还是和平各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点就是我当时我们记得我们三个人在谈的时候 我们我跟孙博士我们聊过这个事情 这无论是谁当选我们还是很坚信美国这个制度 它可以很正常的运转 所以今天也是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 那呃 孙先生您讲 呃 大家好 我这边呢 因为这两天刮打风 所以呢 这个electricity都断掉了 然后那个信号呢 也不是特别好 如果说的不是特别连接的话啊 请大家原谅 这个我自己个人觉得呢 这一次这个选举呢 虽然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 但是我想呢 呃 很快会平息下去 非常非常 极端的啊 左派和progressive和这个非常极端的右派呢 都会慢慢慢慢会有一些收敛 那么呢 尤其是面对未来的四年呢 可能在经济上会有一些更大的这个啊 问题 然后在这个我们华人的社区里头呢 希望通过这个小园的这些节目和我们这些所谓的社区的领袖啊 能够把一些这个团结的这个信息呢 多给大家发一些 多散布一些 然后啊 我自己个人一直是对美国制度非常非常坚信的 从来没有动摇过 无论有什么样的风雨呢 我相信呢 都能够顶过去 而且呢今天的这个结果呢 已经证实 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坚不可摧的 虽然可能有一些这个 在个人品德上或者是个人风格上有一些不同 但这些东西呢 在制度面前呢 都会慢慢慢慢消灭掉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感想 然后同时呢 对卡姆勒哈里斯作为第一个黑人或者是亚裔也会给我们华裔在美国的社会的地位呢 带来一些安定因素 我相信的这个啊 通过这个前100天拜登的这些政策呢 我相信大家能够看到一种新的气象 谢谢 举总您讲 我全程观看了今天这个拜登就职的这个仪式啊 从头到尾又能听了一下拜登这个就职演讲 我感觉他呢 讲这个突出重点 他的演讲当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团结 United 这个这是他 我个人认为他这次讲一讲的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但是呢 我们 我对民主党执政的这个这个新的团队 持抱持一种 就是说 Check Dotty的Check的政策 就是说我我我对他们是观望态度 啊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个拜登面前摆 摆在面的 拜登面前的困难 非常多 首先第一条 大家都 都都会同意的就是 关于新冠疫情如何控制 我到现在我也没感觉出 拜登这些新政府会有什么跟前一任政府有很大不一样的 这个应付这个 这新冠疫情的这个 更加好的政策 只知道只见到今天他发的一个 一个行政命令说 在联邦政府的标准之内 联邦政府建筑物之内要戴口罩 那么这当然是帮助控制疫情的一步 但是是非常小的一步 能不能起到很能不能起到关键性的 扭转性的作用 这个有待观察 那么我们想到上一任 前一任再前一任的这个美国民主党总统上任 奥巴马上任 他当前他当时讲的时候 他用的词是change 就是要改变 那很遗憾在奥巴马坐着两个人八年当中 我们见到他的正面的改变很少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啊 民主党在他的执政当中 执政的这个记录当中 口话说的非常漂亮的多 但是落实的时候呢 往往没有他说的那么好听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这个态度 你今天讲团结 我们要看你有什么样的手段 把非常分裂 非常就分歧 非常非常严重的美国人民团结起来 这就是我现在想说的第一点 我说完了 齐鸿老师您讲一下 我今天也是基本上全程观看了 今天的就职典礼 我的感觉是就是过去的一年 用风风雨雨来形容 可能都不够 可能要大风大浪来形容 就是在这一年之后 还是确实像大家说的 证明了美国民主制度是坚毅不可摧的 看到今天拜登的讲话 我也是有同感 他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United 但是也深深感感觉到 深深感觉到就是这个拜登政府 一届新政府的道路确实还很艰难 他们面临的很多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控制疫情 恢复经济 弥合分裂 而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面临的这些 最艰巨的这些任务上可能 弥合分裂是需要花我自己没有那么乐观 我觉得要花一定的时间 或者几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 也同意刚才小光说的 我们作为各个社区 就是local communities 我们能做什么来 和这个分裂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话题 一个面临的问题 我就刚刚那个许总说的 我补充一下就是拜登呢 他今天第一天上任 但是呢 他还是提出了一些口号计划 就是一个是前一百天给一亿美国人接种 然后呢 就是那个福奇博士也跟他支持了他的这个计划 说在美国是做得到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他要推动在国会推动给每个人发两千美元的支票 这个呢 是会得到很多的明星的 因为现在穷人越来越多了 那么口罩叫mandate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口罩令 口罩令呢 就是特朗普 在这期间是没有做到的 或者做得不是太好的 那么现在 拜登说前一百天他要实现口罩令 所以呢 这个对就是阻止新冠病毒 这个更加恶化 就是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呢 这是三个方面 那我们能不能再回顾一下 就是今年的选举 你们觉得现在这个结果包括1月6号的所谓的 就是对国会的一个动乱 然后这个整个过程 你们觉得这个这个结果是你们期待的结果吗 或者是这是公平合理的吗 然后你们觉得就是今天拜登还有哈里斯 就是贺锦丽能够担任政府总统 这个这个过程 是不是是不是一个符合美国民主的一个一个过程 然后就是是不是一个美国民主灯塔的一个一个象征 我说一下谈一下就是 首先这一次我个人感觉民主党为什么在这么激烈的情况下能 得到总统的大位呢 我觉得民主党内的极左派跟极右派的团结的很好 他们内部在斗 但是对外的团结 所以的 但是共和党不团结 你看像建制派小布什家族很多很多人都不支持川普 所以呢民主党团结了 所以他得到这个政权 共和党不团结 其实我们从这一点来讲 就是说 也是我们华裔美国人呢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我们华裔要团结 接着这个机会的我也可以 就是说当时我记得几个月前小杨台长访问的时候 当时我说我我不支持杨安子出来选总统 因为我觉得他的政权不好 但是当现在我就借此机会表达一下 他现在出来选市长 我们就要学民主党 说我们要大团结 群同 全异 我们大华裔全美国人都要去支持杨安子 这是我们学到一个经验 你首先要团结 你才能去 你就缩小你的内部的一种不同的意见 大团结去争个大卫 然后再慢慢内部学校 这是要学习的地方 学习犹太人 学习印度人 学习民主党 这就是因为民主党内部大团结 所以才能争到大卫 这我是看过 那至于他 这个团结之后 他们在选举的过程 用的什么样的 用的什么样的办法 要带历史去评借 现在这个时候 去评论 就很难的 历史 以后过了十年之后 是二十年之后 历史智慧评论 这次选举发生了什么事 那当然 川普为什么会失败 就是他太不了解这个疫情的严重性 非常的说服 很多人都是觉得他不顾 国民的生命的安危 你看现在都超过四十万了 其实这个点 我觉得川普个人是富有很大的质量 就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他没有好好的去尊重科学跟专家这一点 确实是有问题的 这也是他的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个人的看法 是这样的 我们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学习一点东西 学习对我们华裔市区 华裔美国人 以后这个路在美国的路 其实我们现在 在这个美国的生存空间是不是太好 目前这个状况 并不是太好 所以我们要去争取 争取是要从很多 个案很多限制的事情 去做起 那现在就要刚好有个机会 我觉得安德去选纽约市党 我觉得全美国的华裔去支持他 我再次呼吁一下 谢谢 我可以说两句吗 谢谢林先生的这个大力支持 对杨安德先生进权 这个纽约市长的支持 首先呢 这个我自己个人非常明确的 跟大家表达一下 自己呢 对于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呢 我其实没有特别 这个深深的这个党派的感情 明天我就可以退党 一点都不犹豫 你知道吧 因为什么呢 每个党的这个理念 它去聚集了一些这个力量 但是呢 从华人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实际上要深深的意识到 politics or local 就是政治啊 都是从基层开始的 你知道吧 杨安德实际上在 民主党选举 做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实际上已经给 给华人的地位 提升了很大很大 在谁也不可能想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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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宣布 纽约市市长选举的时候 第一天就将近有 40个美国主流媒体 对他进行了报道 如果你能够看到 在美国主流媒体上 有一个 华人的面孔 出现在美国主流媒体上 没有一个 华裔的政客 能够达到这种高度 那这种情况下呢 对我们实际上是一种 整个 民族性的一种保护 在政治上的一种保护 这种曝光呢 实际上是 这个 能够带领我们整个的 各个的这个 亚裔 能够团结起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至于到这个 纽约市市长选举的情况下呢 大家可能有一些 不同的意见 或者对这个 安德呢 有一些这个 在政策上的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应该是把生死和某一个政策的问题呢 分开 看一个大局 这个时候呢 才能把大家凝聚起来 虽然呢 我跟亚安德呢 已经这个 竞选呢 经过了两年 但实际上呢 我实际上深深的体会到 亚安德在我们华人的这个圈子里头 实际上在思想层次上 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华人 考虑自身利益的这个范围 但是呢 他去做的所有的事情呢 已经带领我们华人 能够顺便的就把我们华人的很多利益表达出来 而且呢 通过跟我们华人的接触呢 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渠道 去表达一些关于教育 关于这个 种族 关于跟其他族裔的关系 都能够凝聚起来 这是我能够表达的 至于对于这个 1月6号的事件呢 我自己个人认为啊 是这个共和党实际上在这个 对川普自己个人的一些行为上呢 有一种这个绥靖政策 而这种绥靖政策呢 已经冲破了一种底线 才有了1月6号的这种暴动 那在这个暴动之后 我们看到共和党的领袖 已经纷纷都站出来 对这种事情进行谴责 其实川普最后在下台的时候呢 也表达了他对暴乱的一种这个不满和这个反对意见 但是可能已经有点太晚了 这样呢 我自己个人认为啊 民主党并不是一个像极端的这个一些人呢 说民主党比共和党好 其实没有没有什么 在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上 共和党也有他们自己的理念 也是这个值得尊敬的一个党派 只不过在这种政治斗争呢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平衡点 这种平衡点呢 能够让我们华人能够有更多的参政的机会 这是面临我们未来的这个四年里的工作 其实在拜登的团队里头啊 没有一个亚裔进入内阁 这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幸 而这种不幸呢 实际上是在我们华人里头极端分裂 有很多很多支持川普的人呢 他们打出的旗号 在大街上或者是在这个公开的场合下 实际上是让华人的形象呢 在拜登的团队里有了一种 好像华人有很多很多支持川普的 那在他的团队阻隔离呢 那我们就没有地位了 这里头都是很多直接和间接的原因 那我们需要从里头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 谢谢 我补充一下就是拜登的内阁当中 有一位贸易代表是华人姓戴 然后以及亚裔的话 实际上有20位印度美国人进入内阁 都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实际上华裔比较少 亚裔很多 那那个齐老师是不是要先讲一下 就是因为你对那个选举比较有心得是吧 对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下2020年吧 因为我在King County Elections 做项目管理做了很多年 我是专业的那个做Election 可以我可以从这个角度 分析一下2020年的选举 包括1月6号发生的事 1月6号发生的事 这件事呢 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 就是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 Pure Ceremonial Event 在以前根本没有人关注的一件事 1月6号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是有很多原因的 但是其中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对2020年的选举的一个 就是大多数人对2020年的选举是不相信的 对这个结果有很大的疑问 而且一直到现在 这个也就是就是拜登的那个特朗普支持者 也是有很多人相信这次Election被steal 我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分析一下2020年的选举 这个2020的选举确实有一些问题 而且可以这么说 这个每年的选举也有相对的也有问题 在这个这个8月份 大概去年的8月份 我们我给游戏设计的一个internship 全美的很多学生参加了这个民主实习项目 在这个民主实习项目当中呢 学生做了很多调研 我自己也做花了大量的时间 把50周50个周的就是这次的选举发生的这个变化 都做了调研 而且说到internship 我还要感谢一下小光 小光也帮助我们 委托Iris 就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我们最后给全美各地2000多个选民寄了信 而且学生参加了很多其他的活动 这个要感谢这个小光的支持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生 就是这些学生实习生参加了APIAVOTE的分班庭活动 一共工作了我们的学生工作了一千两百多个小时 在做Voters Registration上面也很成功 这个本身这个项目的就是对学生的一个民主教育 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花了大量的时间 在选举之前把50周50个周的选举的情况 还有变化都做了这个一些分析 我出了一个就是全国50周选举指南一篮表 这个一篮表就是有些也用了 在这个现在这我们不是说就是要就是为了避免一些产生一些矛盾 就不太提这个选举了 不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把选举作为一个就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来看 其实有些疑问要给大家不断的给大家解决 就是像我我这个对50周调研 我发现有20个周都因为疫情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我在这选举之前被邀请去做了一个讲座 我在当时选举之前我就估计到选举会发生的问题 结果每样我说的每个事件基本都发生了 就在选举之前我做这个讲座 当时我就分析了一下50个州的选举情况 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一个是大量的就是州 原来没有邮寄选举突然改成邮寄选举 这里面会有一些问题的出现 另外还有一些州 他不允许在选举结束之前点票 这个也造成了很多问题 比如像我们大家知道那个Florida Florida的人口很多 但是Florida他可以他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点票了 当然这个数字没有公布 但是他在趋势渐进的做这件事 而对有些州尤其是那些摇摆州 Battleground State 他不允许你点票 而且有大量的这个邮寄选票进来了 这也会造成一些delay和一些confusion 就是我当时预估在那个做这个讲座的时候 这些事情都一一发现了 都一一有这个有些问题的出现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比较选举专业人员 对这次选举的一个评价是有问题 但是我非常同意 A.G.Barr的分析 他的分析就是说 这个选举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是不足以影响选举结果的 这也是我整个的一个判断 而且不光是我 我们大概现在知道的有61个law suits 有个61个诉讼案 这个诉讼案不是被refused rejected 就是defeated 就是说参与这些诉讼案的 不是就是我们大家想象都是一些很专业的人士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全各个州的一些 就是我们想的选举专业人士 对这个不光是这61个诉讼案 说明了这个问题 而就是整个这61个law suits 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当然就是说我们在有些事情上 我们要非常就是我自己也跟小光一样 并不是说站在哪个党派 我也不说就是比较中间吧 但是对有些事情还是不得不提 比如最应该提的就是Georgia的选举 Georgia的选举 就是现在最就大家举例子看 Georgia的那个Secret of State Ribsensburg 它是共和党 它呢在整个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几次被川普打电话 而且在打电话当中 就是有些事情 他是亲眼亲自做了调研的 像比如说川普用一些视频 比如一个视频 就是在选举当天选举部的人 把这个一些选票从桌子底下掏出来 箱子里掏出来 然后点票 像这个就被共和党用来做那个 就是一个证据 一个叫什么 他们叫就是一个最大的证据 好这个发现这种情况 就是箱子从桌子底下拿点票 其实发生的就是 是在Georgia当天选举日当天 十点的时候 让这些选举工作人回家 所以呢 大家就都把这个没有点的选票封好 封到选举箱里放到桌子底下 但是呢 他们等了一下 最后呢 他们的这个 就是他们的这个 就是领导就说 让他们继续点 连夜点 所以大家就把这些箱子 又都从桌子里掏出来 继续点票 但是这个 整个共和党 用这个做这个劳秀 几个根据 还是放到他们的那个 这个宣传视频里边 就是放了一段 前面那段全都没有放 所以像这些事情 还是得有人出来说 就是公正 就是这个选举确实有问题 但是我真是很诚恳的 从一个专业人员角度 就是可以跟大家说 这个不会影响结果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整点报时 马上回来 大家不要走开 生生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 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 表示的是尊重 恩怀甚至爱 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 还有您自己的健康 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 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 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 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 见面的时间要短 规模要小 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 并戴上口罩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补出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那今天我们高谱满座 就是请到各位大咖 分别来自 美国潮商基金会的会长林志思先生 还有杨安泽先生 竞选团队的骨干成员 申小光先生 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的总裁 徐亚光先生 还有华盛顿州美国华人协会的 李氏 齐鸿女士 齐鸿老师刚刚讲的非常好的一些 那个背景的介绍 徐总您对这个选举的结果是 你是否觉得比较公平 然后还有1月6号这种事件 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吗 还是还是是是一个民主的耻辱 或者什么 您的观点是怎样 我个人看法 那就是说 我同意喜欢刚才的观点 我不认为这次选举 有大规模的系统性的作弊现象 就是共和党 这个特朗普竞选团律 提出那些诉讼案子 我总结基本上都是失误 都是都是错误 不是作弊 你把这个分清楚 错误和作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错误 这个失误 在每一年的党中生大选 甚至在每一届的 local的选举当中 都有可能发生 他只要不是人为的操弄选举 你这个都不能作为 这个大规模的系统的舞弊的证据 这都不对 所以我完全同意 这个前检察总长的观点 就是没有证据表明 有系统性的大规模的作弊 这个这个是 这个结论是对的 那么在这些总统大选 已经channel定了以后 这个特朗普个人本人 因为他本人的原因 不承认 不承认败选 然后他周围的有一些人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散布了很多阴谋论 其实这都是错误 我个人观点 输了就是输了 你选了 没赢就是没赢 这是民主的 这个真谛所在 对吧 我个人来说 我很不赞成民主党的这些政策 我认为民主党呢 是就像拜登他们这些人 特朗普 这个这个奥巴马这些人 是用一些正确的方法 推行错误政策 是对美国是不利的 那特朗普呢 尤其说他这些人 我不说小布什那些人 他这些人 他做的正 他推行的政策 很多是对的 但是他用错误的方法 推行那些正确政策 所以他的结果不好 结果不好 那么 那么这个 所以说到总统 这次这些大选 我认为是公平的 没有什么说的 人民就做出这种决定 那么你不赞成 你不同意这种结果 但是你要承认 这就是结果 这就是 这就是民主选举的结果 就是这就是 拜登就是当选了 这个特朗普呢 从总统大选 这个 结束以后 他的个人表现 说实在的 非常丢分 他个人表现非常不好 这个 那么再说到 1月6号这个事情 在1月6号事情中 他个人的当中起的作用 也是不好 他说话 他做 他说很多话 他做的很多事情 有失 总统身份 有失总统身份 那个 所以呢 就说1月6号事情 到底怎么会是细节 很多情况 我们就不展开讲这事情 但是我不认为 这个特朗普在这里 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认为他起的不好作用 这也是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 就是说 有点这个 输不起这种感觉 这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那么 他不参加拜登的就职 Danny 也显得没有凶魂 这也不对 虽然他做了很多事情 正所我是赞成的 但是他这些 个人的这些表现 Personal behavior 我觉得是很不好 不像的 我看 我们下 下一个问题 就是拜登今天上任之后呢 就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 就是总共一大罗 17个行政命令 包括就是废除那个 禁止穆斯林国家的 那个公民进入美国 然后那个 禁末令废除 然后还有就是 巴黎气候协议 他也重新加入 世界卫生组织也重新加入 就是还有那个美墨边界 这个墙 我以为已经建好了 都是停止建设 那么等等啊 就是总共是17个行政命令 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拜登总统 在系统性的推翻 那个克朗普的一些政策 那么不知道各位对那个拜登 接下去这个四年有他的 政策有什么展望 特别是那个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有什么就是你们 会觉得中美之间关系会变更好吗 当然还有其他政策方面的 林会长您讲 我 我的看法是中美关系会缓和一点 会缓和就是 起码时候要接触 然后会可以可以坐下来谈嘛 觉得会缓和 然后呢 留学生最快 包括这些签证呢 这些高科技的留学生留下来 包括各大高科技公司 也不用去告政府了 因为之前的他们告联邦政府 就是一下子将他们的 很多那个申请 S1啊 这些工作签证的都给取消了 这一点会很多 其实这一点对中国留学生来讲 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我个人看法 他就说将非法移民 要全部一千多万 全部再多少年来 全部给他们合法化 这一点我是 抱有不同的意见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可笑的做法 是不应该的 他 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的 的的的 思想的指标 是觉得说 这些全部都要留下来 而且你看 南美的很多 人都已经赶快在 拼命在往墨西哥走 然后要冲进美国 下一步呢 就是跟墨西哥的交界的边界的 美国的居民会 很怕 因为到这些人进来 很多根本就不会要戴口罩 不会有会带来很大的很大的问题 这一次我觉得是目前最可怕的问题 就是在边界附近的美国居民 是这个拜登的一个最大的败笔一起来这样做 我不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说人道主义者那里 我不知道是这就叫人道主义者 那未来呢 好像今天的股票就说 哎呀 盟长就是等于对新政府一种期待 或者一种支持吧 那因为这些大的高科技公司 或者大的 法尔街的投行的人都不喜欢 川普 这种表示对民主党重新制正的支持吧 但是这个很短期的 我看美国的经济在中下层 今年的年中开始就会很差 下半年会非常差 到时候股票大跌 大跌的情况可能会出现 金融危机可能到年底或者明年 会有很可怕的 那种崩溃性的一个不好 因为现在印了多少钱 美国的车子要多少万 大家都知道这个速度 是非常精等可怕的事情 其实这个问题呢 短期内他们能够应付 在中长期问题非常大 所以这几年是不太乐观的 我对他这个新政府 这几年是不太乐观的 这是我目前能够表达的意见 好 孙先生您呢 我只想简单的说两句 就是第一呢 我对拜登第一天上台之后呢 马上颁布了17个这个行政令 我自己感觉到比较悲观 因为如果你要做一个 能够凝聚整个国家 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新总统 第一天推行行政命令 对这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强势的和团结的象征 而是一种呢 就是 怎么说呢 去绕过国会 去推行行政命令 本身会对民主党或者是稍微偏右的一些民众呢 会产生一些隔阂 而这种隔阂呢 对将来的长期的这个两党合作 并没有特别有利的作用 第二呢 从政治上来说呢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轻重缓急 很多事情呢 包括像国际的问题和这个环保的问题 有些东西呢 是可以暂缓一下的 用不着当天就宣布这些行政命令 这种行政命令呢 我个人认为哈 其实是一种弱势的表现 而并不是一种真正强势的表现 这是我自己今天感觉到的 大家可能把问题的焦点呢 集中在了 大家可能把集中的焦点 集中在policy 究竟是移民啊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我自己个人看呢 可能要超越 这个policy的角度去看一下 就是从政治的 轻重缓急的角度来看 而不仅仅是从 某一个policy角度去看问题 谢谢 我们不知不觉 也要到广告时间了 先进一下广告啊 然后 接下来继续谈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allie Hu冠名播出 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我们刚刚讨论到就是各位对拜登这位新总统有什么期待 就是有什么展望 许总您讲 我同意刚才林会长这两个观点我都同意 先说经济 我这是非常希望民主党新届政府能拿出强有力的刺激经济 发展经济的政策 而不是分钱 就想要收税多收税多分钱 这肯定是不解决问题 这是会把美国越高越惨的 会把美国推向欧洲那些社会主义福利国家那个经济去 不希望美国变成意大利第二 法国第二 这是第一点 我同意这个孙奥阳刚才讲 就是说美国经济现在 其实潜在着很大的威胁 今年下半年 明年上半年 我们要看这经济到底怎么样 我们要看看这个拜登的经济团队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能够 能够避免这个经济危机的发生 我们要看顺目以待 那么说到这个 他的行政命令 这是推行的政策 我很同意刚才李洪亚说的关键 你大设置11万所谓undocumented immigrants 我个人的理解 这1100万人当中 有相当多的人 是当年非法穿过边界 美国边界入境 那非法穿过边界 这将按美国的联邦法律讲 这是刑事犯罪 这是刑事犯罪 我们简单讲一讲 刚刚在香港发生的事 12位青年人过界了 进入闯进中国边界 被判到从三个月到两年 都不等的星期 这1100万人当中 有相当多的人 就是犯了这种刑事犯罪 联邦罪进来的 那么你现在给他们公民身份 什么意思 你奖励这些人 奖励这些刑事犯罪的人 奖励他们 他们到美国来 他们就是要这个护照 你奖励他们 你给他们了 然后呢 你鼓励了那些 想布他们后尘的 从其他地方过来的人 这就是现在在中美洲发生的事情 这些人就要跟着过来 所以呢 这个拜登民主党政府 我就想问你 拜登你是要当个美国总统呢 你还是当个 打定美洲 整个美洲的总统 还是当全世界总统 是吧 川普当时说的观点是 是听起来是很 很不大气 美国总统 你不管美国事 方第一位 你怎么你是关系 宫多拉斯事情吗 是吧 怎么你一上任 这么多人就要过来 然后停止建这个边界的墙的事情 这也是不对的 我认为 你他建的边界墙的目的是什么 是防止这些人进一步犯罪 到进来犯罪 这个我觉得他们现在给这些 当年有犯罪案底的人 给他们 给他们citizenship 给他们公民 是不对的 那么你如果这样做法对的话 那么我想问你 你抢银行的人 因为我生活困难 我抢了银行 抢了银行 抢一万块钱 怎么着 我没抢到 被你抓起来 你怎么给我一万块钱奖励我吗 是不是 我不带什么罪名 我还得了奖励 得了这一万块钱吗 不可以这么做 是吧 所以的很多人呢 认为 这个共和党政府 是反移民 我不 我觉得这是歪曲共和党政策 共和党政策是反对非法移民 你为什么反对非法移民 因为你是犯罪了 你是犯联邦罪了 你不可以这么做 你一这样做 你一这样进来 你拿到公民身份了 你对那些 我们华日 千辛万古到美国留学 办身份 拿到这个拍的路上 等律法 对这些人很不公平 这些人是合理合法的 合法移民 就你 大赦这些非法移民 是要对合法移民的 很不公平 你经常讲要公平 你怎么公平 你上了第一套 这税座就不对 我先就说这两点 齐红老师您讲 我是今天也是感觉到 一下就签17个 这个行政法令 这件事呢 其实分析起来 每个总统就职的前几天都会停 但是呢 就是主要分析这17个法令里面 有9个是推翻特朗普政策的法令 所以呢 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可能是就是说 可能在今后几天还继续签这样的行政法令 但是就这么急的就把这些这个推翻特朗普 让人感觉到放在第一位 我觉得也是可能不是很明智的一件事 对于拜登政府呢 我是这么感觉 就是在几件大事上 我相信疫情控制上一定比特朗普政府做的好 因为大家也都自己这个这个看到自己感受到都知道哈 特朗普对科学的否定造成了美国一半的人口都不相信科学不戴口罩 呃拜登上台以后他会这个促进加快这个疫苗接种这个速度 而且呢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在联邦政府要戴口罩这些名门的规定出台 我相信他们在这方面就是拜登政府会做的比特朗普好很多 呃 还有一个就是在呃 这个恢复经济恢复经济上呢 就是还是要看 就是说要拭目以待 因为这个呃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也不是用什么法令就可以解决的是 呃 要看他的这个经济团队的智慧和能力 另外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呢 我是认为哈看就是现在因为美国的这个经济状况 疫情这些等等情况 我觉得 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急于在中美关系上做任何调整 要其实这个看看他们的这个这个整个的团队哈 拜登团队用了很多欧巴马那边就当时那些班底的人 这些人呢 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先做一件事 是reassize 这样就是才能够做出一些就是比较明智比较审慎就是审慎的一些政策改变 呃这个我我自己这么感觉哈 其实中美关系就我们谈到现在确实有很多呃 像关税啊等等就是泰海啊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像像像那个西藏新疆香港这些问题都是很复杂的一些问题 呃不急于把这个放到就是就是守卫上来急促的做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和改进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呃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一个做法 好谢谢谢谢各位的回答都很精彩 那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呃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呃 嗯 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呃 呃 贺锦丽就是卡马拉哈利斯他上台之后呃 呃对那个拜登的内阁有很大的影响啊 呃所以呢 他在这一届的内阁有20个印度美国人进入内阁就是不都是呃 就是呃 政部长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有的是助理啊 当然就反正有20个印度但是华人只有一个台湾背景的就是那个信贷的进 那当然呃就是贸易代表 那么呃 现在呃像林会长也参加过很多领导过很多 那个呃华人的相相对民权运动一样就是争取这个争取那样的权利 但是像有的呃在议会啊什么S386法案就是只是要争取一些那个什么呃 呃工作签证啊或者移民配额这样的就基本的权利 但是因为草里没人所以呢就是根本就胳膊领不过大腿嘛 就是最后全部全功尽弃了 那现在这个情势就更加不利的感觉就是因为在呃亚裔当中对吧 就是现在印度呃肯定是一支独秀 呃对华人这个不管是参政议证啊 还有各方面的就是普通的比如说呃工作签证啊绿卡或者公民 都有很大的就是就是往往下走的这个这个影响 那么呃我们就是在呃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应该怎么办 就是其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对吧 然后呢我们时间不是很多啊就是呃 呃请呃请各位呃呃就是知道啊 就我补充一下呃首先呢 刚才我也说了一部分就是我们华人要在这个选举这几年的事情里面呢 要学会团结我们基本上真的是不团结 你看印度人也很团结犹太人很团结 刚才说的副总统将二十几位人进去内阁部长部部长助理 华人呢有一个人进去的话你看到叫想的去去他提报过一个好的没有没有 就是他们这些人都很自私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我们多支持一些华裔进去 然后多带动一些人不要太自私 这这一点华人很多人表面说的很好实际上做出来的事情就做的不好 但现在格局不够大大家都自私自利 所以我在呼吁大家就求同存异就格局大一点要多支持要要接纳不同的意见 接纳不同的的政见大家要团结 这是我在接受这个机会 呼吁大家 谢谢领会长 那陈先生您讲 呃 我的想法呢是这样的哈 这个呃 钱在哪 心在哪 实际上呢 无论我们再呼吁哈 还是呢 能够自己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块钱 十块钱 一百块钱 用实际行动参与政治 你真正的掏出钱以后 你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是跟你不掏钱 在那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至于这个我们能不能团结起来 其实很难说 到今天为止哈 我认为华人在美国实际上在过去十年里头 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 只是在这个进步的基础上呢 我们能不能再发挥一些政治的智慧 然后能够把这些政治智慧演变成一种行动 去在基层里头去支持你当地的这个民选官员 这是我们下一个要做的 那如果是我们都能够这个多多少少做一点点的贡献的话 那这个社会还会是有很大的希望 尤其是我们华人 那个我对这个林先生的一贯的这个参与政治和这个这个支持 不光是口头上 而且在行动上的支持呢 非常非常感谢 那个齐鸿呢 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实际工作 其实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头啊 包括参与这些民主的选举和投票 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其实你如果在第一线 亲身参与这些这个这个投票站的工作的话 从早晨五点钟一直干到晚上十点 这种人呢如果是 如果在我们华人里头如果有很多的以后呢 我们可能接受的信息和接受的事实就可能完全不一样 这个时候 我想 就是说用参与的义工的方式 尤其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所有的民主选举的过程中 无论是基层从联邦到地方到这个教育委员到City Council都能够参与进去的话 那会影响很多很多人 而且呢我想呢在这个下一步的过程中呢 已经有很多很多这个亚裔和这个华裔呢已经出来参政了 从基层开始 而且他们都是很有雄心壮志的 有的是准备竞选这个联邦议员 有的准备竞选这个康体的语言这些东西呢我在全国跑了 跑完以后啊 我感觉到呢这个信心十足 在未来的这些年代里的呢 我们这些人呢还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谢谢 我们时间有限就是那个许总跟那个齐老师每人还有一分钟啊 关于这个华人的这个参政的这个问题 我这么看我到美国三十多年了 我感觉现在华人的从政的热情是逐年才升高 越来越越高 现在这一届大选 是我认为华人的这个从政这个头对政治关注度是最高的一年 那么这个虽然这一届拜登新政府当中好像华人的这个声音 好像华人的身影不是很多 但是没关系 这个需要需要大家就是刚才你们前面两位讲的说 大家团结起来 华人不管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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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张 团结起来 这都很对的 我认为我还比较乐观的 我认为这个已经比以前有很大进步了 持续这么做下去的话 会有更好的结果 不再一时看我这时候现在我们没什么华人进入内阁 不再是这个 只要大家热情出来 大家关心这个事情 大家是这个这个积极参与的事情 这个就有前头 就有希望就是好就是好的现象 我就说这么多 我是觉得最近大家在用一个词 叫awaken 亚裔的警警 这个词确实是数据来支持的 亚裔在这几年的对政治 对国家这个事务的关注 包括华人这个关注度是提升的很快的 但是呢就是说在参与预政方面 可能就是在local这个层面 我们大家要像小庄刚才说的 就是要鼓励就华裔去竞争职位 而且把重点把眼光放到年轻人身上 他们才是有一个希望 我自己就这几年做了很多internship 在做internship当中这种感受 是很强烈的 他们确实是我们就是华裔 在今后美国提升自己地位 提升自己声望的一个寄托和希望 好 谢谢各位 非常精彩的论述 我相信对我们 不管是西雅图 还有全美国的华人 都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那感谢你们参加本期的美国故事节目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晚安 谢谢华会长 谢谢大家 再见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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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